我是内,我是涛 今天咱们找一家店接着去称 探店啊 探一个200,探一个200 这家店新开业 看起来就是一副好秤的样子 我就称称不进去 那是不可能的 开业典礼非常浓稳呀 店里装修也是非常上档次 一进门就是三口大锅 都是东北特色 酸菜炖排骨 小鸡炖蘑菇 大肘子 还有纯手工水饺 开业典礼也是非常的热闹 锣鼓悬天鞭炮齐鸣 光想着等会吃啥 主持人说啥咱也没路上 还好最关键的一句拍下来了 谢谢大家 然后就是紧张 刺激的蹭吃蹭喝环节 老板也是我们旅行社 办签证的老客户了 说啥也要带着全旅行社来蹭 他们家的菜真的很地道 这皮冻 保管吃出来东北人小时候的味道 皮冻不能失去涮酱 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不提锅包肉的东北菜 那就是耍流氓 这家锅包肉做的 外出里嫩酸甜可口 能和锅包肉分亭抗里的 也只能是拔石地瓜了 据说巴德斯越长越正宗 肉口酥脆 口齿留香 他们家的大铁锅 酸菜炖排骨也是一绝 没有大锅 断然炖不出这种老家的味道 肉都炖脱骨了 虽然我们东北炖菜的卖像 都不是很好看 但是听我一句劝 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玩意儿老下饭了 弊点的东北菜 还有家常凉菜 先浇干豆腐 牛肉断 这几个菜一点 才算行家 才能算是到了东北人家了